全習近平七一訪港兩天不過夜 出席活動官員提前入住酒店 中共人事意外 諾玉成和張曉明突然被降格 蓬佩奧分析台灣重要性 呼籲美國見全球自由聯盟 清零防疫毀經濟 深圳工人逃離 上海商戶生意慘淡 河南持續高溫天氣 地面爆裂 中國各地極端天氣頻出 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日期臨近 習近平今年七一會否訪港 至今樸索迷離 親北京的《星島日報》27日披露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初步定在6月30日和7月1日 離香港出席活動 但即日會來回深圳 不在香港過夜 除非發生有突發情況 對北京當局來說 今年七一是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的大日子 香港政界之前預計 習近平會像5年前一樣 選擇在七一高調訪港 中港兩地輿論也會提前為習的訪港宣傳造勢 但到目前為止 習近平七一當日會否親臨香港依然成迷 中共黨媒新華社 即是在6月25日報道說 習近平將會出席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大會 以及香港新特首就職儀式 但新華社的報道沒有明確報到 習近平是視像出席 或是親致到港 也沒有表明具體到港日期 習近平是否會訪港 至今樸縮迷離 外界分析認為 除了疫情因素影響 習近平訪港之外 中共高層內部動盪的政治氣氛 恐怕也是影響習近平出訪的主要原因 中共二十大預定今年秋天召開 而在二十大之前 中共元老將會在北大河聚會 外界預計 針對習近平的連任和高層人士安排 中共各派系 將會在北大河展開激烈的討價還價 另一方面 香港部分現任及後任主要官員 6月27日已經開始提前入住酒店 接受點對點閉患管理 以便參加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大會 和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走職儀式 二十七日 警方在西九高鐵站一帶戒備 另外科學員商戶收到通知 說三十日將會暫時關閉 目前灣仔會戰一帶 也已經加強保安 並在港灣道和會議道設立核心保安區 所有人進入都要接受安檢和出示證件 近期最令外界感到意外的中共人士調動 當屬原中共外交部副部長諾玉成 和原中共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 有傳媒刊文曝光了主張親俄外交的關鍵人物 諾玉成被降職的內幕 至於張曉明 觀察認為他是香港治理大失敗的操盤人 諾玉成原本是中共外交部長的大熱人選 但6月14日也去習近平和普京通話的前一天 他被調任中共廣電總局副局長震驚中共政壇 日經亞洲評論6月22日開文指 諾玉成被降職有業務不合格說錯話等原因 2月初習近平和普京會面之後 諾玉成說到中和關係上不封頂 當月的下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文章說諾玉成至少應該敢知道 俄羅斯遲早已入侵烏克蘭的意圖 他本來可以敦促習近平謹慎行事 但他就朝著相反方向前進 諾玉成的表現很天真也很操心 此外文章表示諾玉成降職更表明 中共高層打算改變親俄疏美的外交方向 中共黨內的外交溫和派 仍然有相當大的權力 他們批評諾玉成 至於為什麼習近平也同意自己外將被降職 日經說這可能與中共二十大領導層 要改組密切相關 而且現在中共外交的首要任務 是重建中美外交 如果北京決定嘗試調解俄烏關係 諾玉成也回不回頭 因為他的親俄立場太明顯 大紀元時事評論員岳山表示 習近平在中共政治局也要平衡妥協 諾玉成的名字 一度被放上港電總局官網再拿下來 之後又正式放上去 這是中共內鬥公開化 但不一定是習近平要補他 也是習自己舉旗不定 此外也有習近平對外交人士再洗牌的需要 觀察認為 中共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 他是香港治理大失敗的操盤人 張曉明任中聯辦主任的期間 大幅度擴張中聯辦在香港的影響力 和當時的特首梁振英一唱一和 挑起香港社會分化和對立 完全扭轉了以前北京對香港的策略 2012年他上任 2017年離任期間前面有雨傘運動 後面可以說是為19年的反送中運動 做了很多很多的鋪墊 可以說張曉明是香港治理大失敗的 直接的操盤人 評論認為張曉明被負閒職 表明中共對港政策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這個標誌就是李家超馬上就任新一屆的特首 而且他的整個閣議員隊伍裡 有四個是受到國際制裁的 香港已經全面轉向了警察治港 證明一個新的歷史制度 華府中國問題專家石藏山表示 香港治理大失敗 除了影響中國經濟 惡化中英關係 亦使得過去三十多年 中共對台灣以和統為主線的大戰略完全失敗 而這亦是中共最體重的一點 24日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美國智囊哈德遜研究所發表視訊演講的時候指出 捍衛台灣對美國相當重要 如果中共攻陷台灣 除了將嚴重削弱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 更將會威脅到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 對美國人來說 倒是國際空階的 五十多年 这是民主制度的 新的經濟 在美國經濟 最吸引了 含律海病 對美國的財ガ 對美國平之餘 法會否深入 我們管理家 還會危險 也會無症 主要的策定 終結局 要犯出 中國的英國 包括 等雲 台灣 和 澄清 tenim 所以我們的方向提供印度-Pacific的安全 是認為我們的關係與台灣 必須在每一回合 蓬佩奧還主張 美國必須幫助建設三座自由燈塔 Lighthouses for Liberty 亦就是烏克蘭、以色列和台灣 這三座燈塔 可以成為連結北約和印太安全架構的樞紐 進而建立全球自由聯盟 Global Alliance for Freedom 除此之外 蓬佩奧還建議 美國必須擴大四方安全對話 除了現有的美、日、印、澳四國成員 還需要納入韓國、英國和法國 甚至美、英、澳的三方安全夥伴關係 也應該聘入其中 深圳疫情再次爆發 25日新增4例COVID-19感染 當日起 深圳福田區實施全域封閉 中國電子第一階 華強北被封 6月24日大量潮傘打工人員匆忙返鄉逃離深圳 從24日開始深圳啟動常態化核酸檢測 居民乘坐公共交通站 需要憑48小時核酸陰性證明 6月26日有居民在高溫下做核酸檢測 不幸中暑雲島 已經倒了一個 我們都已經聯繫 我已經聯繫四天到五天了 聯繫撤了現在 6月25日深圳江夏的大批居民被拉走隔離 民眾控訴一直沒有接救援物資快要斷糧了 在上海雖然當局25號說已經疫情清零 但一些地區仍未解封 解封區域的零售餐飲業生意慘淡 商戶叫苦連天 在上海南京路新世界雙城的美食城 即使在購物節期間也見不到幾個顧客 6月24日上海浦東耀華路新世紀花園被封 社區門被封死 小區被封到了 西斯基花園門口被封到了 清零防疫政策衝擊中國經濟 中國製造業重振深圳出現工人逃離潮 而在中國的商業中心上海 零售業和餐飲業生意慘淡 往日繁榮景象不再 河南省的高溫天氣已持續十幾日 6月24日 昭鑿山陽區氣溫達到43.3度 鄭州42.3度 亦有民眾曬出家裡的玻璃門熱度炸裂的影片 6月14日下午1點 河南部分地區的地表溫度超過70度 河南製園的地表溫度達到74.1度 打破了當地有觀測以來地表溫度的最高紀錄 地面出現炸裂的小有現象 有影片顯示 河南某地在曬牆上曬粟米 由於地面溫度過高 民眾開玩笑地說 粟米都被曬成炮谷了 民眾實測將一隻螞蟻釘在地上 大概3秒鐘 螞蟻只被地面高溫烤死 在40度的高溫下 寵物狗隨著主人外出 車斗下遮太陽 有民眾6月17日上傳影片顯示 河南一處的農田在高溫下 乾旱嚴重 莊駕乾敷 可以用火點著 有民眾6月25日上傳影片顯示 自己家裡的玻璃窗 在高溫天氣下被已倒炸裂 相關熱炸料 河南居民家中玻璃一碰即碎的話題 登上8度熱手 高溫天氣持續 河南百姓自發求雨祈福 盼望秋季封條雨順 河南省氣象台監測顯示 24日河南省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區 出現37度以上高溫天氣 全省共有67個縣市 最高氣溫超過40度 其中焦灼山陽區氣溫高達43.3度 此外鄭州站42.3度 突破1954年建站以來 6月下旬歷史最高的42.1度 另一方面 在遼寧瀋陽6月降大冰雹 狂風暴雨 最高風力達13級 6月23日 瀋陽出現極端天氣 狂風大作 最高風力達到13級 同時閃電 冰雹 暴雨一齊來 6月13日河北保定雄安新區 狂風肆虐 民眾氣清 簡直是擾風陣陣 有末日的感覺 有集體宿舍被吹塌 還有樓宇和普通民居的屋頂 都被吹回 變成露天 6月14日 浙江沿海城市寧波 亦出現異常天氣 下了雞蛋大小的冰雹 26日 北京市啟動防汛藍色預警 部分地區將會有暴雨 在山區和淺水區 有洪災等風險 與此同時 上海繼續發布高溫黃色預警信號 目前南方迎來順旗 中共宣稱是今年迎來創紀錄暴雨 但當地居民透露 政府洩洪等多方面因素 造成人禍 令南方至少六個省份 幾百萬人受災 民眾感嘆 近來中國各地極端天氣頻出 是亡黨之兆 呼籲同胞大家保重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裏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就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Channel 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明天見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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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